普将甘灵在师臣 菩萨慈悲学佛人 若问菩萨何处在 众生学佛显慈爱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隆天护法诸位菩萨 感恩各位嘉宾法师 及来自全世界各国的佛友们 义工们大家好 美丽的新加坡 绿树成荫 花草遍地 岛上花园遍布 连续十年 被评为世界上亚洲人居住城市 最适合的一个城市 能在此弘扬佛法 传承中华文化 让众人在观世音菩萨的 佛光普照下 破迷开悟 离一切烦恼 离苦得乐 无上荣幸 现代人压力很大 担心多 每天活在忧郁恐惧当中 所以忧郁症 自闭症 恐惧症 几乎每个人都有 据联合国卫生署统计 全世界有三亿四千万人 患有忧郁症 忧郁症引起的自杀 每年是一百万人 预计在今后几年 世界前三大的疾病 就是心血管的疾病 还有第二就是忧郁症 和第三的艾滋病 我们人类生活 处于很恶劣的环境当中 每天的争斗 嫉妒 称恨 怀疑 和贪心 地震 水灾 海啸 及相互的仇杀 人人活在恐惧当中 德国航空 马航 台湾 福星航空 阿尔基利亚的航空 等失事的事件 新加坡在2013年 登格勒 预潮 受伤的人数 是两万两千三百人 死亡八人 在澳洲的悉尼 有一个父亲 一直想不开 有一天 他带着四岁和九个月大的孩子 开着吉普车 直接冲下了海滩 人不能活在痛苦当中 要解脱 就要学佛 想消灾解难 人就要念经 想脱离烦恼 就要放生许愿 记住 能够让别人幸福的人 你一定是自己最幸福的人 你一定是自己最幸福的人 平安 平安就是福 记住了 满足的人 是世界上最有福气的人 知足常热 让你成为世界上一生平安的人 因为我们现在的人 用有限的身体和无限的精神 它是相提并论存在的 因为我们身体的寿命是有限的 而我们的精神那是无限的 人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 人的痛苦和困惑 就是想用有限的身体 去完成无限的精神欲望 这就是人为什么痛苦的苦因 因为当人得不到的时候 你才会觉得苦啊 欲望不能满足 才会失望 长期活在失望当中的人 他才会绝望啊 人间非常的烦恼 什么都会发生 永远不要让自己的恨心 存在你的意识当中 慢慢的长时间的恨别人 你会变成一种劣根性 活在烦恼和嫉妒当中 自己的心态会慢慢的扭曲 会变成变态 所以为什么别人经常说 你这个人心态不好 像变态一样 台长告诉大家 孔父子他有个弟子 问孔老父子说 孔老父子什么叫修养 孔子讲了一个故事 给他的弟子听 说有一条狗 专门在这条路上 喜欢咬人 有一个男人来了 狗冲上去攻击他 这个男人 本来可以制补他的 但是他还是左躲右闪 但是这个狗不依不饶 扑上去狠狠地咬了他一口 把他的鲜血都咬出来 这个男人一脚就把这个狗 踢得很远 这个狗落荒而逃 第二个男人来了 他非常不肯吃亏 他看见这个狗过来 要咬他 他心想 狭路相逢 我也不是好惹的 这个狗扑上来 他就死命地抓住狗的两个前腿 狗动不了 狗咬了他胳膊一口 他就咬了狗的脑袋一口 就这样 你一口 我一口地 轮番地咬下去 最后两败俱伤 这个弟子听到这里 跟孔老夫子说 夫子啊 他怎么跟狗一样啊 在这个世界上 什么样的人都有 我们每天不小心 就会被别人释放的精神垃圾砸中 我们被别人释放的负能量会淹没 我们总不能跟第二个人一样 你咬我一口 我咬你一口 这就是修养的分寸啊 一个人要学会少争斗 才能养成心中一段春啊 浩然正气 我们每一个修心的人 要学会养心 修成的心 养成善 这就叫修养啊 人的一生 要让自己懂得少一点后悔 在比利时有一本杂志 把全国六十岁以上的老人 作为对象 提的问题是 到了晚年 你一生中最后悔的是什么 然后列出了十几项问题 请老人们选择 结果老人选择最后悔的是年轻的时候不够努力 排名第二是后悔对自己子女的教育方法不对 第三是没有好好珍惜自己的伴侣和爱自己的人 排名第四那是后悔自己锻炼身体不够健康出问题 排在最后的才是后悔自己没有赚到更多的钱 在物欲横流的世界 在物欲横流的世界 唯前是命 但人们在晚年通常会想到的是 年轻不够努力 后悔对子女的教育 没有珍惜自己的伴侣 身体没有锻炼 晚年健康出了问题 最后才是赚钱 说明人到晚年才知道健康的重要 人的一生不能活在后悔当中 你不能改变别人 没有关系 我们能够改变自己 我们不能控制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态的发展 但是我们能够控制自己 所以懂得一句话 台长跟你们讲 如果你的一生选择了不后悔的开始 你就是选择了会命的开悟啊 没有人 没有本集合 yes 有点 谢